首先介紹材料 這裡有一批泰國的毛骨豬梅頭扒 買回來的時候是急凍狀態 我們首先要放雪櫃下格 完全解凍了它 以一般的梅頭扒來說 它的脂肪分佈不算太多 首先介紹一下牌子 這個牌子叫做 Master Butcher Zoom 近一點 它是由香港大昌食品獨家代理的品牌 我們再介紹一下 它除了歸類為一個優質食材之外 還經過國際認證 ISO 2200 在自癮的過程中採取天然的方法 所以煎荷的含量比一般的豬扒低 味道比較濃,而且很嫩滑 最重要是沒有激素,沒有加害爾蒙 所以男人吃完也不會大科 好,第一件事,我們先拆開包裝 拆開包裝後 肉的顏色其實是非常紅 你不會看到一個所謂的Freezer Burn 其實在抽真空的過程中處理得不錯 這隻豬扒 你可以看到肉質分佈和脂肪分佈 都很平均 不算太肥 所以很適合一般家庭觀眾使用 而且厚度比一般的豬扒厚 OK,說完之後 我們先用廚房紙 將它表面印乾 假如家庭觀眾很希望快點吃的時候 你可以用水喉水 用包裝包住的情況下解凍 不要直接用水去噴它 OK,我們先醃一醃 用容器把豬放進去 然後放一個湯匙的醬油 通常放兩湯匙 但是這次我們改了一個湯匙 做美極 OK,然後一個湯匙的美極 再加一個茶匙的砂糖 假如家庭觀眾家庭沒有美極的話 可以繼續用一個湯匙的醬油 總共兩湯匙去醃 我們不斷拌勻 再加生粉 一個茶匙就足夠了 不用太多 我們想去表面 即是鬆化表面 令它更容易入味 拌勻後 放在一邊 再醃 醃它25-30分鐘 這時候我們可以準備其他食物 然後我們介紹醬汁的部分 首先都是美極 然後有喬汁 需要用黑胡椒粉 因為這是黑椒汁 然後用老抽 用來上色 旁邊有豉油 剛才已經用了 所以不用再用 然後最重要 還有一個蠔油 如果大家深水清 我們還有一點點料 這裡 洋蔥 這裡有一個 我們只會用半個 然後一個紅蔥頭 20g 牛油 兩茄蒜 和一條青椒 就是這麼多 還有 這個白蘭地 這個不是必要 不過會比較香 蒜頭 我們切成蒜粒 不要拆散 也不要切成太過碎 為什麼呢 我們煎的時候 不需要太快焦 我們要它的味道 滲透在汁裡面 如果大家切得太過碎 就很難控制 OK 完成之後 我們放在一邊 OK 這時候我們處理乾蔥頭 處理的方法 和平時一樣 切開 切半 去衣 但這次我們選擇 切成絲 OK 完成之後 我們放在一邊 不斷清一清的砧板 然後這個青椒 青椒 切尾 斜刀 切成絲 盡量避過核的位置 方便把核拆出來 剩餘的步驟 都是切絲 然後切粒 然後切粒 然後到洋蔥 我們洋蔥只需要一半 所以把它剝膩後 另外一半 記得包好 洋蔥一樣 和剛才的乾蔥頭差不多 切開一半 去衣 然後切成絲 放在一邊 下一步 就可以開始醬汁的部分 首先準備的涼杯 我們需要250毫升的清水 加入1茶匙的砂糖 1茶匙的蠔油 然後美極 大約是半個湯匙 醬汁和美極的份量一樣 都是半個湯匙 大約1湯匙的老抽 用來調色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如果你想再深色一點 就加多一點老抽 攪拌好之後 我們放在碼上 然後中小火起鍋 加些油 在油加熱的同時 可以不斷地攪拌一攪拌 令油平均分佈在鍋上 然後加入剛才的牛油 這個時候可以收回小火 避免牛油煮焦 然後把牛油和油一起混合 推在一起 當牛油差不多溶化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我們剛才的蒜粒 不斷地爆一下 不需要爆到金黃色 我們要聞到蒜的香味就可以了 這個過程大約是30-1分鐘 非常之快 下一步就可以加入乾蔥頭粒 和青椒粒 維持這個火力 我們將其他材料一起爆香 這個過程大約是1分鐘左右 你的目的是要聞到乾蔥頭的香味 完成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的洋蔥加進去一起炒 這一步炒分兩分鐘就可以了 你不用炒到它變黃 不用炒到它變半透明 因為我們還要加白蘭底炒 這時候我們加一蓋的白蘭底 假如家裡沒有的話就不用加 然後點火 我們炒香它 令酒精揮發 令白蘭底的味道保存在這棵椒裡面 其實非常之快 大約20秒左右 酒精就已經揮發了 火已經燒完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推開它 加入我們剛才已經調好的醬汁 整碟加進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調成大火 目的是要令它快點滾 同時可以加入1湯匙的黑胡椒粒 我想黑胡椒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就比較多 你想少一點 絕對歡迎 沒有所謂的 當它開始滾的時候 就可以收回小火 我們維持這個火力 煮它大約3分鐘 最後可以加入適量的生粉水 這個目的都是要收緊 所以你想有多稠 就加多少 當它開始想收稠 你可以試一下味道 假如你覺得它不夠甜 就加點糖 你不夠辣的就加多點黑胡椒粒 你覺得夠皮的話 就可以關火 放在一邊備用 我的質地大約是這樣 這個時候拿開它 我們換一個平底鑊 一樣 我們用一個平底鑊 加點油 中火加熱 當你開始熱的時候 就不斷以朗朗的鑊 令到油平均分佈在鑊上 當你油夠熱的時候 就可以把豬扒放進去 每人煎豬扒的時間和方式都不一樣 以下就是我的方式 煎豬扒有時候很大忌 就說你不熟 或者是表面煎得不夠金黃 通常煎豬扒 我自己就每邊煎4分鐘 即是總共煎8分鐘 每兩分鐘反一次 第一次的兩分鐘 我通常都不蓋蓋 反轉之後 我就要開始蓋蓋 重複這個步驟 令豬扒的表面 每邊平均都可以煎到總共4分鐘 蓋蓋的原因 是要令到溫度保存在鑊裡面 降溫慢一點 令豬的中間部分更容易熟 又不會煮過濃 其實煎這個梅頭扒的同時 我們可以同步處理剛才的醬汁 所以我們煮的過程並不是太久 有時候拍片為了做足一點 或是感覺好一點 才分開兩次做 甚至乎你早點做好醬汁都沒有所謂 即是你之後加熱回 都沒有所謂 這個時候豬扒已經煎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 即是我認為 這個金黃色的程度 我就很滿意了 假如你想要再焦點 有些人會放蛋漿 但我覺得這個程度 我可以 第一 你又不會煮那個龍 又可以做到金黃 OK 讓你看一下 不知道你覺得它是否夠金黃 我就覺得OK OK了 差不多 上台 假如大家在等待QR曲的話 就讓我先說一下這部分 其實煎一下肉 就沒有什麼特別花生可以玩的 所以唯有玩一下調味 煮醬汁出來 假如各位觀眾都喜歡黑椒汁的話 大家一定要試一試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 跟某一間茶器的味道 就非常相似 吃的時候 當然是把醬汁淋在豬扒上面 其實就差不多吃得了 不過忘記了這位贊助的影片 這個賣相絕對要倒閉 否則怎麼出街呢 買一隻碟 把豬扒放上來 把番西碎放上去 令它更漂亮 層次感的感覺 更重 這些是一些花生物 可做可不做 好了 我們先驗一驗 看看豬扒的肉質是怎樣 會不會煮過濃 還是裡面是流血水的呢 其實可以看到 我一拖刀 豬扒就已經被我切開了 裡面是剛剛好 什麼血水都沒有 而且是非常滑 你不相信嗎 拔開給你看 到最後有一點總結 就是以這個價錢 去買到這個味道 這個肉質 小弟認為這個性價比是非常高 忘記說多少錢 這個就是我們的QR Code 所有不熟不吃的觀眾 拿著這張照片 或是拿著這個QR Code 去到大昌食品的門市 用這個優惠價27.9 購買原價39.9 240克泰國無骨豬母肉扒 總共便宜了接近大約$12 優惠期由明天8月1日到8月7日 正所謂早買早享受 還不快分享給你的朋友或家人 一起感受這個吃豬扒的樂趣 好了,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再次感謝大昌食品今次的邀請贊助 喜歡的觀眾請你按LIKE 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或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